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做贴线率的时候 我们是先做的什么 股权成本 再做的资本成本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资本成本是以股权成本为基础 然后进行继续改进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是由减到难 那么现金流证呢 遵循的原则同样是由减到难 但是呢 我们要先估算什么 先估算这个公司自由现金流 为什么 因为股权自由现金流 是在公司自由现金流的基础上 把债务那部分再给它剔除掉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两个地方呢 方向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理清楚 但是呢 原则是一样的 那么 现金流的估算 我们是由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调整现金流 这个调整是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们在会计报表里面拿到的现金流 是什么 存在一些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一一列出来 然后 但那个呢 从会计上角度是没有问题 但是从财务的角度 从公司估值的角度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这是什么呢 公司的一个总的一个收入吧 收入的话 我们想一想 为了你公司能够持续经营 我们是不是还要支出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要对什么呢 你的资本性支出 就是再投资这方面 然后进行一个估算 然后资本性支出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营运资本 因为营运资本的话 也是为了什么 未来的盈利所服务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部分算出来 这两部分算出来就是我们什么呢 为了未来现金流能够增长 我们所需要当期支付的一些资金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总的收入减掉 我们必须要支出的 对不对 才得到了什么 我们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流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流 是不是就是自由资金流啊 这是公司自由资金流 那么股权自由资金流呢 你在这个基础上 还需要把债务那一部分 给它剔除掉 对吧 债务是什么呢 就是旧债务的偿还额 本期偿还额 与这个新发债务之间的一个差额 我们还要把这部分给它剔除掉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思路 那么 我们先看这个 公司自由资金流的估算公式是什么 EBIT成了E-T对吧 减掉什么资本性支出 再减掉这个 净的营运资本增加量 因为营运资本越多 是不是相当于是 类似于什么存货呀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资产 对不对 这些越多的话 是不是我们未来可以 就是盈利的可能性是越高啊 或者盈利增长率是应该越高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这部分 也要给它剔除掉 最后呢 得到的就是我们公司自由资金流 我们看看前面是EBIT 乘上一减T 是不是 相当于是把税收效应给它剔除掉了 那么结税效应呢 相当于是没有结税效应了 是不是 结税效应就是 我们通过债务融资 我们可以有一部分税顿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里面有没有体现啊 为什么没有体现啊 我们在估算资本成本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考虑了那个 税顿效应啊 对吧 因为那是不是RD乘上一减T 已经考虑了那个税顿效应 有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考虑税顿效应 这个地方再考虑税顿效应 就怎么样啊 重复了吧 对不对 那么重复的话 你的估值肯定就不准确了 所以说我们只在一个地方 考虑它的一个税顿效应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考虑了 所以说这是什么 EBIT乘上一减T 这个一减T 大家不要忘啊 这是这个 那么我们调整对现金流进行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什么 信息的一个更新 为什么 我们想一想 假如吧 2017年11月份 我打算去对一家公司进行估值 我要用它的一个年度财务报表套 我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16年12月份 所得的那个财务报表 对不对 但是你想我已经到17年11月份了 11个月都过去了 那个信息还准不准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数据就是比较落后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更新 怎么更新呢 我们用今年9月份的那个财务数据 能够拿到吧 三季度的报表 然后加上去年12月份的那个年度报表 再减去去年9月份的第三季度报表 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得到的数据包含几个季度的数据 四个季度吧 去年第四季度的 加上今年前三个季度的 是不是这四个季度合起来也算是一个年度报表 而且这个新的财务报表 已经包含了今年前三个季度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呢 要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个财务报表的一个年度报表进行一个更新 这样得到的数据才是什么呢 最新的数据 你想这个时候我11月份去估算 我9月份的数据也都体现出来了 是不是数据更新了 而且前面我们也看了你不同的年份 你的很多市场情绪啊 其他的指标都会发生变化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了新的这个财务报表抽 我们就考虑了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 就更加准确一些 这是第一个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更新方法 然后其他的更新方法呢 就是我们去看什么呢 他的一些新闻公告啊 新闻报道啊 还是一些行业研究报告 这个呢 就是各大金融数据库里面都有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就是要去看一看 他有没有发行一些其他的 类似于这个可转债啊 或者说是公司高层的股权激利啊 对不对 或者说你的股份原来是多少股 现在有多少股 对不对 因为只有把这个你的当前的一些股份呢 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完全掌握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行估算的 因为期权也是一部分价值 对不对 那么有期权的话 我们后面还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些什么呢 其他的信息渠道去获得财务报表里面 没有体现的一些数据 这就是信息的一个更新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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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